最后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我想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融合 早前明德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们曾经聊过这个课题 当时明德你还记得我说什么吗 我们聊的其实是在马路上 驾车的人跟骑脚车的人 我当时跟明德说 我觉得在人类社会融合 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没有人真正的想要融合任何谁 因为融合就意味着 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习惯 我看到漂亮的女生 我以前可能叫美女 但现在得叫小姐姐 我以前给我爱的人是爱 可能说我爱你 但现在我得去买十根香肠 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 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 外来移民进来的时候 融合大家似乎喊得很呼声很高 但我并不觉得真的有人想要融合 这是我在这里生活十年挺遗憾 但我很理解的地方 我不晓得燕青或是明德两位怎么看 先问燕青吧 这问题都很大 这个让我想一想 我觉得就是要有融合这个东西当中 还是包括了相互的理解 我前两天刚好在店里也接触到一些学者 本地的一些学者 对历史都特别有兴趣的 当时他们在新出版的一本书 我忘了那个书名叫什么 反正是国立大学 还有文物局一起出版的书 很有意思 它是谈到了当年的英国殖民者 其实他要有新的这个英国的殖民地的这种官员 英国人 他到新加坡来治理的时候 必须要对他们进行考试的一本书 然后我翻看了一下 就是所有那个时候的文档 就谁犯了罪啦 这个地方的封土制是什么 然后娘惹她的习俗是什么 然后还有好多的是关于这个老婆 这个老公没有把她的老婆管好之类的 全部是文言文 那本书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就问 当时克布林老师在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是给谁考的 是给中国官员 他说不是 是给英国官员考的 你可以想象吗 在一百年之前的时候 就是当英国的殖民者 他来到这个地方 要治理新加坡的时候 他首先要把中文读通 要学习所有的这些语言 他要在这个地方进行管理的话 他要熟知你的文化 所以文化本身是要融合的 其实我看那本书还是挺受感动的 就是文字在这些年 我们自己的华人可能有的时候英文读的比较多 对自己的语言已经不太能够了解了 但是在一百年之前你很难想象 这个也就启发了我 就是你知道法国人是最先发现了五个窟 是生物学家发现的 然后根本就没有关于这个五个窟的好多的记载 后来我去翻了历史才发现说 实际上是他们读了中国人写的 在元朝有一个叫周达官的人 他写了一本 就是他当时初始到心力 然后他写了一个像报告文学的这样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是被法国人读到 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文明 可是很有意思 这就说明他们的中文 他们的文言文之好 他们不太相信说 在他们的基督教文明之前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世界本身是融合的 五百年之前 殖民者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坐着船 就开始了地理的大发现 他才知道这个世界是原的 今天我们开辟了新的元宇宙 我们会到一个平行的世界里面 去更多地去了解 可能我们就跟很多古人 或者是音乐人 或者他已经过世了 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灵魂跟他们相接 时代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有好多的文化现象 它是有融合的阶段的 我觉得 我倒觉得人应该多地去了解彼此 了解更多地去关注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 相互可以理解 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想法 是 那明德呢 当然如果从我自己的专业做出发点 一个社工一个辅导员 我觉得我们的基本的人与人的这些相处 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叫Empathy 就是你的同理 换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够有点像换位思考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可是我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辅导 我们很多的中心进入辅导 其实很多人进来 就因为在相处在沟通 都出了问题 所以我同意林轩讲的 其实你先不要讲说新移民什么 我们本来人与人你跟别人的之间的相处 其实就不容易了 因为它需要你先放低你自己的姿态 你首先你觉得你要去认识别人 你要去同理别人 你要把你先自己的固有的那套思想 那一套的价值观先放在一边 所以我觉得那是对每一个人的一个的挑战 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不容易 可是却是要时间让我们之间互相磨合的 但是它是可能的 譬如说我是徒生徒长的新加坡人 彦新是从他也是新移民 可是你看我们到今天 我们二十多年的交情了 我们也是 当然也经过兼重一些磨合 有一些大家的观念上的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去中国这些 就是要记得那个字叫Empathy 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去为另外一方去设想 我们得问一下在北京视讯连线的华梁大哥 华梁大哥您在当地融合的如何 那我们也想知道 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去到中国打拼 周遭社会看待你的眼光又是如何的呢 华梁大哥 我想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人性面的角度吧 我觉得人呢 它其实自从人类进化成社会之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分工 那人群之间的迁移 我觉得在古代呢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以前的时候呢 人会迁移主要都是因为天灾人祸 因为食物没办法吃了 所以必须去到另外一地方去 那现代人呢 因为交通的便利呢 其实每个人是有很多的选择的 就像很多新加坡人呢 如果你在新加坡可以很舒服地生活 很快乐地过每天生活呢 其实你是不需要考虑 要不要出国的这件事情 你出国可以去旅游 不建议要去国外工作 不过如果你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你希望能够多看不同的世界的话呢 那我倒是蛮鼓励说年轻人呢 你在还没有确定你未来的几十年要怎么过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多出去旁边走走 当然不一定是中国 或者去美国 去欧洲 去日本 去韩国 都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呢 可能各种讯息的听说 你觉得好像中国市场好像很大 然后中国市场好像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惊喜 你希望能够来中国的话呢 我觉得都可以踏出一地步 因为你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选择 你踏出第一步 也可能你就是去了三月就回来 也可能你在里当了三年 你也当了三十年 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基于都不一样 可是呢 不管是外地人来到新加坡 或者新加坡人去到外地呢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先搞清楚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当你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 你一定是少数人 所以呢不可能这多数人来迁就你少数人的 一定是你少数人去迁就你多数人 至于融不融合 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有些人举个例子 以前当我第一次去美国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听说好像美国会歧视亚洲人 当然今天我们在网上 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亚洲人 在美国被白人欺负的一些视频 在YouTube上经常会看到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的这种 这种少数的这些个案 来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 把它太过泛媒体化 因为真实世界呢 它一定是一个双向的 为什么早期很多的美国人会对亚洲人有不好的印象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追求到可能一百年前的时候 当时到美国去的这些华人呢 可能都是一些很穷的一些老百姓去干苦力嘛 他们可能卫生习惯什么都不好 所以你肯定你就不喜欢这样的人嘛 可是随着慢慢交易程度慢慢提升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这种改变是需要通过每一个人 每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慢慢慢慢去变成多数人之后呢 这个刻板的印象才会慢慢改变 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对所谓的中国来的新移民呢 我觉得在30年前 20年前和10年前呢 其实它的观感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很多在新加坡的华族的父辈呢 其实当年也都是从中国来的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 这些我们的父辈 祖辈们从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都很穷 白人怎么看他们嘛 肯定也看不起他们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运作 所谓的融合不融合呢 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在于说 如果你不融合 你能不能活得好 如果你能活得好 那对不起 你可以继续这样啊 可是如果你活得不好 那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去 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好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刚刚那个明德说的换位思考 很多时候大家为难你 也不是说跟你有仇 是因为对你有某种成见 而这个成见呢 有时候是因为你的行为 有时候不一定是你个人 是因为长得跟你很像的以前的那个人留下的刻板印象 这样你要去改变这种刻板印象呢 需要时间 需要你自己身体力行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可以改变 是 谢谢桓梁 我一个感觉听了桓梁讲的 我觉得我人好像与生俱来 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排他 对不对 你总觉得很自以为是的 我觉得那个心魔 我就想起 以前我跟你讲过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在那个Bugis那里驾车走 然后前面有一个侧着脖子的老先生 明德你确定要说这一段吗 可以啊 那个老先生 他就驾着一个脚踏车 在我前面就这样骑啊 侧着脖子 然后我在后面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无名火那天 可是我就觉得我就很下意识的 觉得那个就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我就摇下我的车窗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我咧 我自觉的我是一个很文明的人 我摇了我车窗 我就破口大骂 你滚回你的老家去吧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很震惊 因为我当然黄梁刚才讲的是 我也很清楚 我是有受教育的 我也知道我的父辈 我们大家都是同族同宗啊 我的父辈也是从中国来的 可是就那么下意识 我自己觉得我被侵犯到了 对不对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那个心我就被挑起来的 所以那个给我一堂 很真实 很震撼的一个功课 那如果我们大家 所以我才刚才强调嘛 那个empathy 你需要把你的良善的那一方面给拿出来 那你的那个心魔才能够压下去 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融合 才可能可以说得上你们的70%啦 那个才可能性 是 我觉得明德应该感谢当时社交媒体不发达 不然就搞大了 我会说得不妙了